大家好,華記8月20日深夜報導 今天看到台灣賣豬仔事件到柬埔寨 燒到香港 鄧炳強保安局局長今天發聲 原來香港有28名人士 被人口販賣到柬埔寨和緬甸 有28名香港人 其中14位已經安全 但有14位仍然分別在柬埔寨和緬甸 在這件事不斷發酵 香港和台灣鋪天蓋地 今時今日燒到香港 我們有甚麼方法 讓廣大、世界各地的朋友 更了解柬埔寨究竟發生甚麼事? 第二,今天請到有一位在柬埔寨曾經做過國際刑警 很了解人口販賣的情況 我今天問一問這位人士 他叫做羅兆 我現在打個電話給他 我知道你曾經是柬埔寨的國際刑警 但現在已經退役了 你的說話不能代表官方 但我想問問你在柬埔寨發生甚麼事? 首先你可不可以自己介紹一下以前的身份? 我呢 我是柬埔寨出生的華人 我在97年 我就回到柬埔寨定居之後 我就入了柬埔寨國際刑警 主要是做一個情報工作的 叫做禍底 對我所知道當時柬埔寨的電話網上賭博 那些是城行城市的一座大廈裏面 有個八張桌子在桌門叫人去賭錢 這就是當時柬埔寨的網絡 要他批了合法執照出來的 但後來整整整 因為他涉及賭錢的那些多數都是中國人 中國賭錢是非法的 我們警方就一路封殺他們 最後就由賭博 網上賭博 網上那些 可以一路縮 找不到吃了 沒落了 直揚行業了 變了 是 整整整整整 有一幫台灣人 他就在柬埔寨用這樣的設備 去做電話詐騙 例如騙人 我在青島檢察院 或者北京公安局的那些電話 實際很多是在柬埔寨的地區發出來的 他們這些技術和設備 據我所知就是台灣的專家做的 電話詐騙 他詐騙的對象 多數是我們港澳台大陸都有的 我們的觀眾要慢慢來 第一 你說柬埔寨以前 就流行網上賭博 接著就掩蓋了 接著就轉型 變成了網上和電話的騙子 台灣做了秘組 設計一些程式出來 猜猜我事實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錯 其實網上的詐騙程序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台灣人設計出來的 我只是說 他們找我們中國人去說話 就是騙我們中國人的年輕人來 你騙一騙到錢 騙到100萬 就分10萬給你 很多時候你看得到的 包括我們香港 不是一個婆婆 不見幾十萬都是這樣的 就是騙來騙到他們裡面有分成的 這些呢 就是在柬埔寨 當時我知道呢 就是有一個 不知道那些工業園 一座一座裡面 包括那些賭場裡面 那些一層樓裡面 有幾百台電腦 專門做這些事情的 這是新興產業來的 這是很大的產業鏈來的 是啊 後來現在被我們一直蓋 我們 柬埔寨警方都有情報都會蓋他們的 蓋著蓋著蓋著 他們一直走 有些就走去老窩 有些就走去緬甸 現在照我們的訊息 基本緬甸邊境那裡 叫做有一個三不管的黑幫地區 他們現在就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就專門了這些東西 叫做KK原區 KK原區 那個緬甸的 好了 我們先回到這件事 現在有28名香港人 被人口販賣去了緬甸和柬埔寨 有14人就安全 仍然是有14個人危險的 好了 如果想拯救這些人呢 他們的家屬應該要怎麼做 補到命的 或者教他們補命的 我可以講一個方法給你 那些黑社會的求財 他們是求財的 如果我們不幸的 進了圈套了 第一 不要反抗 他叫你做什麼照做先 他叫你騙人 你就沒有辦法 你千萬不要 你不做 他真的就 電你 你再反抗的話 他就找你來做代罪 又殺了你的 如果以我的意見呢 一定是 易來信授先 你聽他們的話 跟著想辦法 你首先要保存自己的命 你保存自己的命 才能保存自己的命 但正常現在是怎樣呢 你想辦法 因為他們其實我知道 柬埔寨那幫所謂的管理者 他們還是有一點寬度的 他不是說好像緬甸 緬甸入了黑倉 所以晚上用鎖鎖鎖住你們 早上開鎖全部去做事 緬甸是大鑊一點的 是呀 緬甸那些直接是地獄 人家說18層地獄 如果去到緬甸 36層地獄 那些人就不還的 我再說說你剛才說 怎樣救人呢 我就給個意見 香港人好澳門人好 如果萬一就進了圈子入面 因為我們說了我們還是比較 應該說比較斯文 你不會跟他們打打殺殺 第一就是冷靜 想辦法通過電話的圍字 發給家人 一有了圍字 找我們有十幾個人 一是正面的 去找當地權勢的人 就跟他們的當事者 就要放人 因為我們沒有證據 他有捉到多少人 可能你只能就是要用權勢 跟他們的所謂老大 當人 不放人 我們就會採取滅絕行動 掩蓋他 往往如果我們找到有十幾個當地的軍政人物 一般這些黑社會的頭 他會給面子 因為他為了他都有生存空間 他就來我放你三兩個 我不怕說 我上個月已經有兩個 是給我們 我的系統 我不怕說了 我的系統 回到台灣 遲些我還給你 全部正檢器 但我不敢說 因為我說了出來 很容易我的路就斷了 一斷了就救不了其他人 其實簡單一點 兩條路 第一條路正常就報警 然後透過國際刑警 就跟這個柬埔寨的國際刑警合作 國際刑警那邊就會做一些高壓的手段 就逼他們的黑社會交人 另一個方法就是 在當地聯絡一些有力人士 透過一些 桌底的途徑 就去把自己的親屬教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可以說 如果是成功機會高 就是通過我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有權勢的人去講數 就好過去台底經 因為台底經 那些黑社會講的 不要聽 拿完一盒 再拿一盒 你們給了錢 他真的錢拿了 他不放人 都有 所以我建議 如果按照香港人的方法 都是 就是採取 留到他的位置 然後找我們有力的人 直接去 拿人 可能是最安全的 透過中國外交部有沒有好處呢 譬如你現在香港人是隸屬中國的嘛 那我們透過中國外交部 可不可以透過中國領事館去呢 現在我已經知道 我們中國政府是出面了 但是往往呢 因為呢 作為軍警 就是我們作為政府做事 始終有個法律依據的 這個依據呢 就是 他們那些黑社會 他們做事的手法很隱蔽的 等於我們 那些詐騙電話 十幾年 天天都有新鮮老騰的 天天都有新鮮老騰的 你想想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喜歡 在柬埔寨那裏 搞這些詐騙 剛才你說他們是秘組來的嘛 為什麼他們在柬埔寨搞呢 因為柬埔寨在台灣人來說是很廣闊的 因為呢 首先我們柬埔寨政府和台灣是另交流的 即是沒有廣交的 沒有領事館的 沒有台灣領事館在柬埔寨的 而且呢 他當時有個文化交流處 被我們柬埔寨政府趕走了 關閉了他 他就把文化交流處 放到越南的胡志明市 然後胡志明市的台灣文化辦事處 就做了柬埔寨和越南的工作 原本他在台灣有個文化交流 在我們柬埔寨金邊那邊 就被我們政府趕走了 即是不讓他切這個辦事處 節目到這裏呢 就問一下羅少呢 因為你現在不是官方的身份 不是代表純粹是個人的意見 是啊 希望呢 我這次做什麼會接受你 你問我一些我會同意 跟你說呢 我確實是想 憑我的經驗 我給到一些意見政府 或者我有辦法去幫到他們 因為始終我原來 我在國際刑警的情報系統 現在還有作用的 我希望能夠幫到他們 當時還拘捕過幾個大毒販 還殺過幾個大毒販 這樣的 當時呢 是柬埔寨最大的 35公斤的毒販毒 案的就是我 就是我破的 嗯 這裏呢 涉及到很多的政治鬥爭 我就遲些才找個時間 給你材料 你阿華記 你才好好地交流 另外就 有沒有澳門人被人口販賣去到柬埔寨 原來柬埔寨以前是透過網上賭博 然後就是一班中國人去經營 但是因為被柬埔寨的警方和國際人警 就拘捕了 變成席讓行業 然後就衍生出來 有些台灣人想到 網上詐騙 就是大陸東公安 現在就捉到你兒子黃腳雞 想到這些東西 台灣人都是講普通話 變成猜猜你是誰 猜猜我是誰的電話騙案 台灣人就有個新興行業 然後演變到 原來現在網騙是一個巨額的金錢 牽到這個利益很大 然後就除了 第一批 中國人就做網上賭博 蓋了 第二批就是台灣人 然後現在就是 柬埔寨、緬甸、泰國 各方面的人種都有 在做一個巨額的產業鏈 就是網上騙案 為了一些人就範 所以就用一個高壓的威逼手段 又打又奸又殺又奠 種種的酷刑 都是希望他們聽聽話 拉起電話來騙人 我們終於明白 一開始我也不明白 這個世界上怎會有些 冷血的人欺騙人的金情 原來他自己的生命是受到威脅 所以他也是被逼騙你的 原來是這樣的事 希望這個節目帶給大家了解 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知道 柬埔寨發生甚麼事 多謝大家支持 越港澳大灣區中山公寓 反應熱烈 這個星期同場加推 三十五萬造業主 歡迎WhatsApp 98媽50260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Yanny Yanny 今星期日 我們會介紹一些特別事給大家 沒錯 今星期日 會介紹中山北部的海鴨繽紛城 司徒先生 聽說這個樓盤交通非常方便 旁邊就是輕軌站 對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的方便 這個樓盤位於藍頭輕軌站 可以非常方便 三個站可以搭到廣州藍站 接著再轉去深圳北站 再搭高鐵回香港 非常方便 交通非常方便 打風下雨都不怕 對 最適合我們香港人 而另外司徒先生這個樓盤 好像是三十八平方非常划算 甚麼價錢 三十八平方 你想想不到 三十五萬左右就買到了 三十五萬多次 三十五萬 非常吸引 還要是大精裝修 對 這個最重要是包精裝 另外司徒先生 好像這個樓盤也有些收租精選 是嗎 對 發見商特別在第八棟 某些層數就做了一個 連帶精裝修 傢俬電器 甚麼都包了 還可以和你租還反租 租金方面大約有四厘左右 很吸引 這個真的是收租精選 如果想收租的朋友 記得這星期日 來我們公司聽說 我們的地址是廣東道332號地下 華記正能量網紅基地 下面是我們WhatsApp 報名以線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WhatsApp我們 做現場觀眾 到時見 好 到時見 拜拜 拜拜 拜拜